随着两党之间的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 一出出大戏也在美国接连上演 近日特朗普和拜登就隔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拜登在竞选演讲中痛批特朗普无能 还一直煽动暴力 而特朗普也不甘示弱 回击拜登为暴力打掩护 助长暴力行为 于是双方拟来我往开始了指责攻击 华盛顿市市长非议民主党人穆里尔·鲍泽 近日也就华盛顿市和美国的暴力事件发生 据纽约邮报等美国媒体9月1号报道 鲍泽在8月31号表示 他对美国领导层持续煽动暴力感到担忧 并警告一场种族战争正在美国酝酿 在新闻发布会上 鲍泽表示他担心美国正在陷入种族战争 而且担忧领导层会继续煽动暴力 美国领导层应集中精力让社区团结在一起 当大家作为一个社区团结起来 压制这种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冲突时 美国的警察与和平抗议者也会更加安全 鲍泽这番话的指向已经非常明显 《华盛顿邮报》在报道中就指出 鲍泽所说的领导层显然是指特朗普政府 此前特朗普和鲍泽在应对抗议和骚乱上发生不少冲突 当时特朗普在华盛顿部署了联邦执法人员和国民警卫队 而鲍泽则则要求这些人撤出 最终被特朗普怒斥无能 而在鲍泽发出警告之际 华盛顿在过去的几个晚上再度发生暴力冲突 特朗普依旧对这个民主党市长穷追猛打 在上周末的一篇推文中 他警告鲍泽迅速逮捕暴乱者 否则将派遣国民警卫队 而鲍泽则直言联邦政府不尽责 即使警察逮捕了人 检察官也没有提起诉讼 才让美国的混乱局面发展到了如此地步 目前反种族歧视抗议在美已经持续了三个多月 加之党派争斗 美国的对立情绪愈加凸显 有人抗议警察暴力和种族歧视 发起黑人的命也是命活动 也有人谴责抗议者造成骚乱和破坏 支持警察的命也是命活动 抗议一波接一波 暴力枪击案件频发 特朗普和拜登互呛 这些都加剧了美国的分裂 这样看来 鲍泽警告美国正在陷入种族战争 也并非是威艳颂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